另外还有这句 见人就是矫情 曾经因为甄嬛传成了时下的流行语 但是呢要说出这句话 最好也要三思而后行 因为新北市曾经有多名的社区住户 共同开了通讯群组LINE的群组 那么讨论如何处理社区事务 但是呢有些成员讲到激动的时候呢 说了见人就是矫情 哈巴狗跟这匹狼这样子的字眼 形成官委会部分成员 没想到呢就讯息外流了 吃上了防害名誉的官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